最近哀笑夫黃仁勳來到台灣 讓科技業又再度夯了起來 但大家也知道 其實工程師 他們的工時非常的長 也沒有固定的休息時間 甚至有時候 還沒有辦法正常的上廁所 所以在台灣的 十大爆肝職業當中 工程師 他就佔了第一名的寶座 那我們就來看看 台灣的十大爆肝排行榜 前三名 第一名就是我剛剛提到的工程師 再來第二名是 醫護人員也很辛苦 還有客戶雲司機 都是在前三名的時間之內 包含他們工時都很長 壓力也很大 作息不正常 大多可能會伴隨著 有脂肪肝的問題 我們再來看看第四名 依序是 警銷人員還有保全人員 再來就是影視幕後從業人員 另外還包含像是建築工人 還有超商店員 行銷人員跟藝術工作者 都在十大爆肝的職業排名裡面 這些爆肝的職業當中 其實普遍有三大共同點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普遍就是工時長 而且壓力非常大 而且會熬夜作息不正常 通常熬夜作息不正常的話 你飲食也就沒有辦法正常的吃 過勞的生活型態 就容易導致你的肝指數上升 也就是所謂的脂肪肝了 其實脂肪肝有分等級 帶大家一起來看一下 輕度來說的話 就是你的肝臟脂肪含量 差不多是來到了5%到10% 那中度來說的話 就是有達到10%到15% 重度的話你的脂肪 肝臟脂肪含量 就會高達30%以上 那除了有先天性的體質問題 攝取過多的脂肪 肥胖跟喝酒破量 其實也都會造成脂肪肝 那只要找到脂肪肝的正確原因 來進行改善 就有機會可以讓你的脂肪肝減少 所以我們來看看有哪些壞習慣 容易導致脂肪肝 像是你如果愛喝酒 常吃甜食含糖飲料或者是果汁 或者你常常喜歡吃這種炸物 還有你的肌肉量太少 或是過度減肥的話 都容易會堆脂脂肪肝 那我們來看到有消滅脂肪肝 其實有哪一些方式 那你一般來說 是可以透過飲食來做改善 包含你是少喝甜食 少喝含糖飲料 少喝果汁 這些都是OK的 另外你可以吃一些食材 包含像是洋蔥 韭菜 大蒜 還有聖女小番茄 還有檸檬 還有雞胸肉 或是秋刀魚等等這些食材 都可以來幫助你促進你的脂肪代謝 那相信在短時間之內 就可以看到脂肪肝減少的成效 以上就是今天的健康報女汁 我們再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我們到最後下30分鐘 是